大家好,那么日本方面表示,日本的四川和平财团14号到20号将在日本举行自日本自卫队和中国军队校级军官交流活动 20名中国的校级军官将访问日本,并参观日本防卫省航空自卫队小牧基地、爱知县小牧市、海上自卫队、武鹤基地、京都府的武鹤市 该交流活动是因新冠中断三年,于23年重启 7月份日本自卫队代表团将访问中国 中方取消了原定9月的访日安排,推测与福岛核电站和污水派海有关 就在10号的时候,蔡英文和赖清德也分别录影为日华肯谈会年会致辞 蔡英文当时还表示,期盼台日持续深化伙伴关系 让两国合作成为区域乃至全球的世界典范 为世界共同繁荣发展带来更多贡献 赖清德说,台日是生与死 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将持续带领台湾人民与日本理念相信国家扩大交流合作 希望台日成为互相信赖的伙伴 为印太和平做出更多贡献 他说,台湾和日本有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深厚的连接 一直认为台日之间仿佛存在一条无形的线 将我们紧密的绑在一起 成为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台湾有势就是日本有势 日本有势也会是台湾有势 他未来将在蔡英文奠定好的良好基础上 持续带领台湾人民与日本理念相近的国家扩大交流合作 尝致希望台湾与日本能够继续相互关心 相互扶持 互相成长 那共同为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做出更大贡献 那么今天台媒体也证实 下周蔡英文还有可能会特赦前总统陈世贬 520前会特赦陈世贬 国民党的立委表示 支持特赦陈世贬的民调只有22% 蔡英文却不顾民意反对 致司法于不顾 在下周特赦陈世贬 只被回报阿扁当年的提携之恩 那蔡英文卸任在即 这个两个月的陆续出现跟民意对着干的事 先是9年前任内第四次调长店家 接着媒体大亨介入NCC人事案 撤换主委提名人选 民调80%反对费死 却让自己提名的大法官朝费死目标前进 现在还要特赦陈世贬 陈世贬的犯案件多 只能对已判刑确定案件特赦 尚未审结的二次经改贪污案 教唆伪证案 侵占机密公文案 陈世贬 一千万洗钱案无法使用 难道呢 这个四个案件 要改让准总统赖清德以大赦方式处理 还是要让在立法院提案修正赦免法 让阿扁可以免去贪污罪等追诉 再次特赦 蔡英文政府呢 透过特定媒体 抛出了特赦陈世贬议题测民意风向 近半数民意是反对特赦 从媒体的报道迹象来看呢 特赦作业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 只剩蔡英文总统签字颁布特赦令 要给谁特赦是总统的特权 但陈世贬迄今没有认错 道歉还钱 还利用保外就医 挑战司法 公然出席各种公开活动 那蔡英文呢 却要在新任前帮助贪污十一亿 无悔意的前总统特赦 民意并不支持这种做法 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啊 和临近的韩国相似度颇告 韩国总统的卸任后 几乎都因贪污问题入狱 继任总统也都会 与这些犯罪的前总统特赦 陈世贬看到临近韩国 有这样的优秀例子可以援引 21年12月25号 陈世贬的新永歌语录 脸书就写道 韩国能 台湾不能 当时就网友回复 24年蔡英文下台前 会给阿扁特赦礼物 现在看来预言成真 犯罪的前总统陈世贬呢 不认错 不道歉 亲人还在住豪宅 有钱选举 只因为绿营说 官也官够了 就要特赦 21年呢 韩国总统文在寅 在特赦前 总统啊 朴槿惠 让他免去劳逸之苦 前提是 有认错道歉 那么韩国民众 才比较愿意接受 总统特赦权 同样 蔡英文要特赦 陈世贬 也应该请他认错道歉 缴回不法所得 才能让 纷扰许久的陈世贬 关押问题 获得解决 倘若只为蔡英文 在新任前 报答陈世贬当年的恩情 未来陈世贬再战江湖 他可能会说 啊 我就特赦了 算我好运 从这次阿扁特赦 对比去年修法扩大 排黑条款 陈世贬几乎黑金的罪犯 都犯了 最后还能被特赦 民进党标准让人看不懂 这是台湾媒体的报道 从现在来看呢 台湾现在呢 实际上呢 我觉得正在被什么呢 被一股势力绑架 你可以看到 现在实际上的美国 还有日本 在积极的挑动台湾 说美国啊 日本要帮助台湾 甚至支持你们独立 对吧 甚至要保卫台湾 但是日本的行为 却非常有趣 日本现在积极在和中国沟通 和中国互动 而且呢 现在看来美国未来呢 很有可能也会在和中国的 很多互动中 也会积极的在和中国的 各个战区进行直接沟通 那根本就不像是要直接开战的样子 那你看美国和日本 要你台湾对吧 做好和中国开战的准备 而美国和日本自己在私下 偷偷的和中国密切的联系 特别和中国军方联系 这个所以我说台湾人一定要想清楚 就是现在来看呢 美国和日本啊 他根本没有意思要跟中国开战 他也知道中国手里面有核武器 中国光战术核武器 对吧 1000吨级的这个战术核武器 那中国的数量 那就超过了什么 超过俄罗斯的 中国这个战术核武器 数量是超过俄罗斯的 因为它是可调的 这个当量也是可调的 甚至这个核弹头数量都是非常大的 在战术核武器问题上 那现在来看 如果 俄罗斯 中国还有美国 日本在东北亚开战的话 那么整个日本会失去 现在所谓的这个琉球 包括北部的 北方四岛 北海道 都会被俄罗斯和中国封锁 所以日本现在看和中国直接开战的可能性很低 所以日本是积极的寻求和中国的军方直接通放 所以日本的很多行为 台湾人现在看不懂 日本跟你的合作 更多是让你去当马前卒炮灰和中国挑选 最好能够你宣布台湾独立 让中国人去打你 对吧 中国人打台湾 日本和美国在背后加油 像乌克兰一样 那么这样日本就不用成为自己 成为炮灰 那这也是美国的战略 美国让逼日本向前 对中国 对俄罗斯 日本逼台湾 所以我现在一直在讲 其实台湾人现在还没有看懂 日本和台湾的很多互动背后是有目的的 日本是不会保卫台湾的 而赖庆德一厢情愿认为日本一定会支持台湾 甚至现在来看台独势力还有复燃 对吧 像陈水扁还要重新选总统 特赦以后还要重新选总统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可笑了 真的以为日本美国会支持台湾独立 这帮台独又想回到20年前 2000年代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个时候你独立不就当炮灰吗 你这个时候 20年前你都没有独立成功 你现在要独立 那不等于成美国和日本炮灰 现在解放军的实力和20年前能一样吗 那现在台湾真是炮灰了 这就我一直在讲的 台湾问题 台湾一定要想清楚 你们的未来 你们后代的未来